大家好,我是胡侃 电影版朱仙可是幽包琵琶半折面 千呼万唤终于使出来了 胡侃在这说句暴露年龄的话 第一次看朱仙这本小说 胡侃还在读初一 当时我们班男生在书店租了一本 因为太穷了 书户的简直买不起 我们全班就夜以继日轮着看 直到被历史老师死掉 本来以为历史老师是个老头 眼神不好看不见 看来我们还是轻敌了 但是我们班有一个男生用胶带 一片一片的给他沾了起来 可见出现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啊 上映前还和朋友在探讨 近几年用互联网IP改编 流量明星出演的影视作品也不少 但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少之又少 比如沃尔山导演黄渤出演的 《玄龙觉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好》 再向陆寒出演的盗墓笔记 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 纷纷扑接 到卡电影后第一感觉就是完了 肯定要被骂惨了 这不明显是用IP来圈钱吗 说好的尊重原创呢 除过失血周和魔棒奢魂合成 失魂棒 七派比武还有点尊重原创之外 剩下的就是强行搞笑凑剧情 顺便来了个不知所以然的结尾 在原创中慈爱善良的父亲鬼王 忽然就家暴 可能编辑为了照顾女主必摇的戏份 也加了让他投失魂棒那几场喜剧 不然孟伟奇的戏份也就没了 请问看完电影的朋友 你们谁觉得必摇是周先的女主呢 还有就是让千事件 加给张小凡和入雪奇的感情戏 本来人家张小凡在比武中出的就是一号钱 非要让入雪奇来让一下 你说让就让了吧 又加出兄弟繁目成出戏 让张小凡和林京语一决高下 这都不算过分 更过分的是给一只狗的戏份 比女主还多 作为原著粉 感觉我上课偷看小说的时光和记忆 被掏空了 原著中张小凡即使魔化 也不会伤害仙道中人 更别说伤害他的同门和师父 而电影的结局让张小凡将师叔伯全部撂翻在地 还一棒打得师姐天灵二天灵盖都开了 使张小凡在原著粉中的人物形象被电影给整懵逼了 还有就是试魂棒在原著中并没有那么抽神入化 张小凡在比武中的胜利 考的是天音功法 就是影片刚开始张小凡村子被图村时 碰见了那个和尚传书的功法 可是影片为了高效成分让一根棍戏多了点 但是在原著粉看来这个戏家的有点太过了 就算张小凡再厉害 他用一根湿环棒就将魔道的大boss回王和仙道的七大掌门 同时全部撂翻 原著都不敢这么吹啊 再说选角 女主必要我们不从演技来说 好像也没有演技对吧 人家也说了自己还在成长和学习 就单纯从外表上那发型那服装 骂过情人质的是不是要出来说就对不起了 还有就是肖战 朱仙是在去年已经开牌 那时候肖战还没有陈情令带来的巨大流量 他也是用演技拿到的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喷的 请大家理智 唐一新和李青这两个角色实在是太优秀了 要演技有演技 要颜值有颜值 相对来说还是那么的符合原著人物形象 想必导演肯定是看了清颜质来找唐一新来救救整部戏吧 不敢再来说说关友过程中的整个感受吧 就像在吃东北一锅墩 刚开始的师姐像笑江湖的小师妹 当狗出来又是侠客行 当狮魂棒出来时又像新鼠山剑侠和抓妖记 当猴子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黄渤在训练缓缓 结尾清员们的弟子送人头给鬼王那段 我还以为是陆海在操控无人机保护上海大暴 虽然影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也确实没有豆瓣中骂的那么烂 最后一句如果是原生